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 现在看不到 我就不代表没有 因为人生 玩世界上的事情 你看到很绝望 完全看不到 一片測黑 到时到后你又不知为什么就会看到 就沒理由,雖然刪了門,怎麽都可以開一隻窗給我們,應該 你只是看看,那些樓價,股市我沒有留意 但是那些政府推出的土地,其實它有沒有推出土地,推出了什麽土地 有沒有人去賣,如果沒有人去賣的話,繼續好像去年那樣 你知道我們最主要的收入其實就是那些賣地收入 還有一些stand duty,包括賣賣物業,或者賣賣股票 那全部都找不到食,那中央不是說不幫忙 起碼那個國人免稅額,就是來我們香港,澳門,可以買到賣五元 那都不無小幫助,我只是這樣說,但是其他行業又怎麽呢 那麽所以就真是很大鑊,那麽今天好像我們這樣,就聊天 我和Lorence 聊天電話,我下午兩點半,都沒有一個客人上來 我不是說有沒有人買東西,是有沒有客人上來 那麽當然啦,你說大節過後,但是真的情況,就是很... 警方很堪餘,所以我見到,就是... 第二節我們先說 我覺得香港飲食業界的朋友,特別是飲食業界 真的要認清楚,看清楚形勢,想清楚 所以每一個人都是自己負責的 想清楚,你是不是要用現在的方法搜下去 還是怎樣呢,就是要自己想 那麽早上我去買煙,那麽我不說哪檔啦 即是有些朋友都聽我說已經去了 那麽...就連煙檔的時候,婆婆 那麽我經過了,我說,我多怕你今天沒開 那麽就真是異議嘛 那麽不是,我是星期六日才不開 那麽我拗了頭,星期六日不開 那麽我拗了頭,星期六日不開 她說,是呀,是呀,沒辦法,正到... 那麽應該是街鋪,真的是報紙檔 她說正到這樣,有時都回大陸,真的玩一下 她說,大陸真的便宜很多,怎樣 那麽我問,真的便宜那麽多嗎?真的好嗎? 那麽我就想想,又不是那麽便宜 但是,就是輕鬆一點,香港的氣氛真的不是那麽好 喂,這一個已經是好典型的 我跟大家說,如果你們一般人 就會用藍絲來營養 那麽我就不用,我覺得是一般香港人 那些普羅大眾,不會好理政治 那麽你怎麽搞 那麽她說,現在其實跟他們以前 即是2018年的時候 收入是少了百分之七十 就是報紙檔,那麽我相信的 哇! 你想一下,去年的時候 雖然已經是紫煤很差 那麽你都還有些零食賣下 有煙仔賣下 還有一份蘋果賣下 有些牌位賣下 現在就只賣牌位 但是都越來越少 因為賭馬的人少了 還有那些老人都慢慢慢慢 陸陸續續有些人會轉用電話 那麽你怎麽搞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麽搞 報紙檔、街鋪 都可以說休兩天 星期六天 總之我以後就記住 星期六天就不要去 好了 那麽現在什麽都不要說 那麽我們先吃個布甸 那麽這些其實我賣了很久 而且是很便宜的 二十幾元 所以我平時不賣廣告 那麽坊間有些啫喱 十五元、十六元 那麽跟這些沒得比 這些是用原質 真正的果汁 譬如說我這個 最喜歡吃的水蜜桃 香到呢 你聞一下 嘩! 已經流汁了 今天我們盡快說 雖然真的很多題材要說 但是呢 因為真的很累 那麽首先呢 我不知道你們怎麽買球 如果你們有買球 可能我買不到球的 那麽但是呢 現在出了六對八強 那麽啤梨呢 是一百個百分之中的 那麽過程就未必如期 嗯 但是總之就是出了六對出線 那麽都正路 那麽是很正路的 其實是很正路的 那麽全部都正路 嗯 當然啦 因為你們有時很難 明是拼他 想著要斷 英格蘭那一場 他就這樣贏回 哈哈 法國那一場 那麽你老實說 怎麽做都叫剛剛贏 但是法國的功力 其實都是不行 那麽但是 其實德國也是好運的 在那一場球來算 在那一場球來算 都是有些運氣的 啊 就是 你說最有說服力呢 西班牙 那麽當然一場一場 打下去 那麽譬如你說 西班牙下場 對著德國又行不行呢 那麽又不知道 即是始終 就這樣看 我覺得是高一點的 就這樣看球 那麽 那麽就是球一場就長 那麽 那麽很熱一點 那麽很熱一點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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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似乎變成了奧地利 如果看表現也是 但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這些足球的東西 稍後我們再說 很緊張 很緊張 好了 我們首先講講新聞 7.1 連同周梅 今年 7.1是星期一 星期一 剛剛周末是星期六日 很多人在星期六 不用講三日假期 去年7.1 我們再看 原來去年7.1又是搭著三日假期 又是在weekend 又是保假 今年呢 最高峰的出境日 就是29日 5萬人出境 大部分是羅湖出境 好了 不講一些細數 15萬 好 總而言之這三日 140萬人出境 140萬人 好了 對比去年 最重要是這樣 因為去年是週五、週六、週日 也是三日假期 去年7.1其實很誇張 有85萬人出境 即是今年比去年再增加了六成四 好 好了 什麼東西夜繽紛 什麼東西七一優惠、飲食優惠 那樣那樣 那樣那樣 又說什麼免費的運動場館 科學園 博物館 連車都免費 全部都免費 那樣的 佔比 但是 的而且確會令到我們的心情有受影響 周街急鋪 你都沒有心機消費 對吧 好了 而事實上 你說是不是 這些 那些 我們的人走了 去旅行 那些人不來 或者來低消費 其他行業好就可以了 包括那些什麼 航運 貿易 那樣好不好 地產 金融 全部不好 我真是不知怎麼辦 甚至乎 真的 真的在想 這樣搞下去 真的要想想 是不是要繼續留在香港 你們這樣想賓州 好像金帝南 不是我說的 報紙婆說的 喂 你說到絕了 你說那些街市 收了 收了 皮 他就賴說 那些人上去買菜 是不是真的這麼多人上去買菜 我想也是的 但是你解釋不了 那為什麼對面海 灣仔都有街市會倒閉 就是 是吧 即 是不是影響得這麼大呢 你新界那些 我不跟你說 那 這件事真的 唉 你們政府自己想 好了 另外 我就宣傳了兩件事 第一 第一 在香港的 非中國籍永久居民 一般來說 就是我們最多的 南亞裔 其實外國人都有 但是外國人會不會給 我也很懷疑 如果你說我是香港人 英國人 拿著三粒星 你知道 就是政治掛稅 現在可以拿這個 內地通行證 就是回鄉證 用內地通行證 就是合理的 說回鄉證 其實內地通行證 就是回鄉證 你會很疑 他鄉下明明是巴基斯坦 他鄉下明明是 曼加拉 那你回什麼鄉呢 其實 就不要這麼執著 總之可以拿這個 內地通行證 那我 訪問 得到訪問 其實都受歡迎 起碼那些 又不關我的事 起碼那些南亞裔 他們有時候 真的不用下班簽證 可以去 可以去哪裏 可以去哪裏都可以 我實在說 又或者他們 為大祖國都覺得 你少了很多 外國人 那些旗 你開放給他也好 上面 要賺藏你的南亞裔 那些錢 少少也好 這樣 那 這些政策 其實很多時候 還未去到中央 我覺得 很多時候 中央當然要拍板 我想是地方 那些 手肯就OK 地方 怎會不肯 現在 其他那些我不說 大家自己上去 找看新聞 我剛剛 今天就不會有聊天 因為我們逐天 逐個朋友聊天 了解一下那些環境 真是 真是淒涼到你不信 好了 另外 有兩隻熊貓 也好 我看到有些網友都很開心 我不知道 正你看的新聞 我真的不想這樣說 你覺不覺得 凡是有熊貓來訪問 香港人 那些香港人的樣子 真的有樣子看 訪問上那些人 真的不想知道為什麼 等於上中山的新聞 有樣子看 真的有樣子看 但我不想奇怪 又或者有些不是的 好像我的樣子 我都上去 他都不會訪問我 一看到 是 那些 很多開心 那些 有兩隻熊貓 我可以叫 看看有什麼名字 又是改名大賽 不用說 奔奔周周 我認為最好 這麼多年我也說 一隻叫奔奔 一隻叫奔奔 一隻叫周周 你又多好聽 是 好 另外 七一 我們當然要講一下七一 我只是看見昨天的銅鑼灣 那種氣氛 那你何來喜慶之有 沒有呢 是吧 千萬不要講 什麼查身分證那些 我只是看一些 即是 有些自媒體 或者有些 媒體 燈一些照片出來 大批警察 不用說了 嘩 穿著那些什麼 屌你 防刺戰術背心 有些 包著一條頸 怕別人刺激他的頸 喂 大哥 不是又自入興嗎 是吧 老實講 你這樣 你如果不是有什麼 即是我也免得去銅鑼灣 喂 那怎麼慶慶啊 大哥 好了 那昨天當然 全天有警員戒備 夜晚呢 有市民去蘇膏門口鞠躬 鞠躬是什麼呢 我覺得沒什麼所謂 鞠躬是什麼 是吧 他不說 喂 其實我也不知道 原來呢 他們警方就覺得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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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悼念 即是他們口中那個 梁 什麼傑啊 梁建輝 即是 後來自己搞定那個 那 但是 就是 就算是又怎樣 我真的想問一下 我們特區警 就是國安警 就算是又怎樣 你現在把那套東西搬下來 直接把大陸那套東西 那些東西 真的控制 搬下來 你大陸可以是這樣 但是呢 香港真的要有法所依 你才可以做的 你就是立法 如果不是呢 你不要說 你什麼一國兩制 這是人家的感受 觀感 就是一樣 甚至更差 好了 好了 入夜 Sogo門口 警力明顯增加 我又不知道 入夜才增加 日頭也很危險 怕你獻花 是吧 就是 是吧 為什麼 好了 包括軍裝警員 從我 裝甲車 劍齒虎 又泊在Sogo門口 不能怪的 Sogo又來了 生意跌了 這個混蛋 好了 晚上10點 李營知 李營知何許仁也 就是較早時候 OK 在這個小童群秋會 有份被捕的一個 女仔 或者女助手 OK 好了 李營知和三個朋友 在Sogo門口 一起向著門口鞠躬 好嗎 接著 約10分鐘之後 他們走到巴士站排隊 去排隊做什麼呢 我估計 都是走的 應該準備 回家 怎知兩名便裝警員 突然出現 將他帶往一旁 導致查手袋 然後 又有四五名 軍裝警員 趕過來 就拉了封鎖線 OK 那麼 大約六分鐘之後 李營知獲釋 他說 剛才 警員問他 是否悟念 是否默哀 他說 不是 然後 李營知就說 早上 剛才說是晚上的時候 他說 警員 以為他有禁制令 在身 就將他帶走 但是他已經說 喂 我禁制令 不包括灣仔 不包括這一區 而且 他已經過了家 沒有太多令 所以 對於早上 無故被拉上警車 覺得很生氣 到了晚上 就不斷叫他低調一點 不要被人拍 他說 你沒有坐巴士回家 排隊 你拉我一邊 我怎麼低調 一早 你又拉糕 他不給他 我怎麼低調 我都回家了 好了 那麼 有記者 拿法新社記者 早上 即是昨天早上 在Twitter發布多段影片 就說 李營知原來在 早上 昨天早上 不是在晚上 港鐵站入院 被截停 然後被帶入 港鐵控制室旁邊的房間 其間 李營知 向警員 便知警員解釋 出門之後去游泳 最終被警員帶上警車 好了 令我想起什麼 令我想起 天安不母親 那些 即是把刀門 一出門就跟著你 什麼事 什麼事 他去游泳 就是 你還未到銅鑼灣 接著 記者又問他 你晚上來銅鑼灣做什麼 李營知就說 七一便來銅鑼灣 平日七一有很多遊行 之前 連七一都來 他說沒有明明 沒有計劃 聊聊天 行不行 好了 警員又跟他說 尤其你鞠躬那些 所有人都會截查 鞠躬就要截查 我也不知道 什麼事 那同一時間 昨晚 十多名警員 又在銅鑼灣地鐵站 設定另外一名 有鞠躬的人士 都會有手袋 那就是剛剛出獄的ET 那 ET 剛剛出獄 他都說明 我是來什麼 我是來悼念 來紀念 那 是不是梁建輝 梁建輝都走了幾年 那我就來 鞠躬 看新聞的時候 當年 梁建輝出事的時候 他在坐牢 補心說 他說 街頭比以前的171 更加沉積 氣氛抑壓 以前的171 就不抑壓 如果說 一九年之前 哪有抑壓 那我也會說過些吵 好了 到了晚上七點半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誰是劉定成 就是副相劉公子 也有出席 當然 劉公子很厲害 一向都 他說 他說 訴求全部在心裏 不會說出來 不需要表達 香港人都盡在不言中 是吧 他說 總而言之 此事此無恙 鐵塔靈魂 明就明 不明一輩子都不明 我想就沒有人不明的 好 所以問題是 好像劉公子 好像是ET 好像是李刑司 這一類人 是永遠都有的 好了 好了 就算他們不來 終於一天 全部人都不來了 但其實 全部人 都心中知道 什麼事 你這樣的 境環底下 你不去正視這些問題 解決這些問題 然後希望香港 就像之前一樣 繼續賺錢 繼續整 沒可能 是吧 你今年七一是這樣 你指望明年七一 又會不會有變化呢 我不覺得有 是吧 好 多謝一陣